雷歐聊世紀 天天都不開心 大家好 我是雷歐 今天來看困賣人對上喬治亞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OK 先來介紹一下 藍方選者的文明是喬治亞人 喬治亞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開局史 免費的羅車 這個羅車可以拿去探地圖 但是不能找羊 這台羅車開局來說 基本上是沒事做 所以也可以說是喬治亞人 前期的經濟加成 是零 那這有可能是 會讓他變成勝率最低的文明的原因之一 那現在喬治亞人的勝率是非常非常的悲劇了 在喬治亞改變前 我們在Discord裡面有討論 喬治亞現在之前有這個bug傷害的關係 所以打起來非常痛 那他沒有了這個bug傷害之後 他的勝率會到哪 然後我就說 跟你的ID一樣沒有呼吸了 還真的沒有呼吸了呢 這一次天天勝率來到了最後一名 那我們來看一下職業選手會怎麼玩現在的喬治亞人 喬治亞人經濟加成需要到城堡時代 插下自己的強化教堂 可以在強化教堂的額外十九格 而外面十九格增加十可勝的村民的工作效率 所以後期的喬治亞人需要插大量強化教堂 去增加自己的經濟效率 那如果要用強化教堂去增加經濟效率的話又有問題 因為他的強化教堂價格是200木頭的關係 所以如果他要真的快速增加自己經濟科 經濟實力的話 還需要插加自己的城鎮中心 因為要插強化教堂 木頭的需求量非常之大 所以到了要到非常中後期 才有可能插大更多的強化教堂 去增加自己的經濟實力 那我覺得這是喬治亞人現在比較大的一個問題 那喬治亞人的後期主要打是莫達斯帕 還有這個... 對這只有莫達斯帕能打 那莫達斯帕是每五隻騎士 跟每五隻的莫達斯帕 就可以增加一點傷害 那最後的完全的機體 是可以到達22點的傷害值 而且他的黃金造價非常非常的便宜 那後期的喬治亞人 有這個賽凡塔 可以增加這個防護劍塔的傷害力 而且還可以增加奴炮的串燒效果 而且也可以增加城鎮中心 強化教堂 城堡 只要是防護劍組的攻擊力 都會多加兩點 所以整體看起來 喬治亞人算是一個偏防手型的文明 畢竟他這個高低的減傷又減到4% 而且維修的費用也是減少了25% 所以打這個陣地戰來說 喬治亞人並不會太弱 但他還是有個缺點 就是因為他沒有火炮的關係 所以陣地上來說 也不會拿到太多的甜頭 OK 那我們介紹一下庫曼人 那庫曼人呢 是唯一可以在封建時代 蓋下額外城鎮中心的文明 所以大部分的庫曼打法 都會盡可能的高速升封建時代 全力去採這個肉類 那伐木的話 有人會配二木 有人會配三木 那這邊看到MBL 是一個標準的配法 三木配 那這邊是趕快把這個路肉 也是吃完了 路趕快趕 OK 那庫曼人呢 封建時代也可以蓋下 攻城七字造手 產出衝車來 封建衝車也是庫曼的 這個特殊打法 但目前我們天梯播報 只看過一次了 就可能上百場上千場 只會看到一場這個打法 因為這個成功率 勝率實在是太低了 那我之前 大概在兩三年前 也有在田梯上遇到這種打法 但被我手下來了 我除了大量槍兵肉馬 還有小弓 擋住了他的弓兵肉馬爆 還有我衝車 然後最後一波反打回去 這時候就直接打繼續了 那整體而言 封建時代用衝車 還是不太明智的 畢竟村民也可以快速的 敲爆這個衝車 那庫曼後期的打法呢 是打這個 遊俠 那庫曼的遊俠呢 也是跑出最快的遊俠 雖然庫曼有駱駝 但還沒有重裝駱駝 所以後期組合 大部分是遊俠配騎兵 還有重型投石車 還有青茶 這類單位 那他的 欸這個 他的草原騎兵呢 算是有點難用的 雖然比庫曼啊 或蒙古的草原騎兵還能用 當然城堡時代初期的時候 還是可以稍微按一下 但我個人還是比較喜歡 直接出這個漏馬或是配騎士的方式 草原騎兵 庫曼我就不太喜歡出了 但除非對方的 生旅真的太多 或是對方的一些 中間單位太多 才會考慮去出到青茶 不然還是以騎士 跟青騎兵為主 那他的這個大草原跟蹤技術呢 可以讓自己的漏馬的 還有這個馬公的 生產速度有加快 所以後期 庫曼要爆這個大漏馬 速度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還是要顧好他的經濟 才是 才是主流之一的玩法 好 那我們來看到 兩邊都已經升到了封建 是在 NBL這邊升封建 反而還慢了對手一批 這個是什麼狀況呢 看起來NBL是沒有想要下這個城鎮中心喔 因為他的地圖看起來也不宜喔 他可以開這裡啦 但他應該是沒有開了 OK 那這邊是下了馬舅 那庫曼呢 之前我們看到 以前的 這個 軍閥盃喔 有看到這個 YO 把這個城鎮中心 開在石頭旁邊的 雙TC插進塔防守的 一個打法 那現在這個打法好像也 組件被淘汰掉了 使用的職業選手們也並不多喔 大部分的 庫曼的玩法 還是會像 一般的魂筆一樣喔 先去小打小鬧 粗逼防守反擊 找機會再下城鎮中心喔 算是一個比較主流的做法 所以也沒有必要 一直去強調 庫曼一定要去打這個 封建下TC 打出優勢來喔 其實也不用喔 只要你有優勢喔 反正去偷下城鎮中心喔 並不一定 並不一定要 第一時間去下這件事情喔 我覺得也是 特別需要去講的 唉唷 這邊挖石頭 那這邊會下TC的 好唷 難道你是剛剛才發現 右邊很適合開TC嗎 我還以為我被打臉了 右邊這裡可以開TC的 石頭嘛 對不對 所以很在講YOO的事情 這邊其實庫曼是可以開石頭的 插箭塔防守 OK 那哈特 果然看到了 你在這邊開TC 很有可能就會去挖石頭 去做一個防守反擊 那哈特這邊的話 應該要先把這邊的肉碼 跟槍兵的數量可以解決掉 才有可能去騷擾 對方已經開下城鎮中心的關係 所以現在哈特有這個經濟上的壓力 如果跟對方封建實在打太久的話 自己就很容易被對方的節奏給帶著走 很容易被打出經濟差距了 所以喬治亞這邊 又是前期沒有任何經濟加成的文明 所以如果跟庫曼這樣打 經濟會被拉得非常非常大的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喬治亞會怎麼打 喬治亞這邊呢 有兩個選擇可以走 一個是繼續出兵 給對方更大的壓力 跟對方上對塔 或者是自己趕快吃到城堡時代 然後趕快開3TC 追上對方的村民 也是可行的做法 那不管要選哪一個 都還是要先出一點兵 先擋住對方前期的兵力騷擾 才有可能去做出反制 那這邊兩隻槍兵直接被村民暴打一波 全部收掉了 右邊的NBL四隻肉馬繼續往前 但是看到對方的肉馬雖然 幹怎麼這麼多阿 然後往後拉 輸我的後人覺得莫名其妙 我不是看了算TC嗎 你應該要趕快升城堡時代阿 你怎麼還在這邊出肉馬 我一定也會這樣想 NBL應該也是跟我一樣的OS 看到這麼多的肉馬 很不尋常 趕快補槍兵 這槍兵肯定是要補的 這不補的話肯定是會被 肉馬打到頭破血流 右邊的房子去補 膽農田應該灑了 一農一木的庫曼 經濟農得很快阿 村民差距已經打了出來 34村對場37村 哈特這邊的肉馬 走過來看一下 你的兵量還是很多阿 怎麼槍兵這麼多 那這些肉馬其實可以不用待在家裡了 那為什麼要待在家裡呢 是因為希望MBL MBL這邊是希望可以用肉馬跟槍兵給接受壓力 讓他不能直接馬爆後面的這些村民 因為只單靠槍兵的話很容易被對方秀操作的 然後這邊直接手動去控槍兵去戳肉馬 因為肉馬被戳掉了一隻有一隻殘血 想要再戳掉一隻殘血肉馬當然來不及 往後拉 這邊槍兵繼續戳又戳掉了一隻馬 但這邊順利還是把槍兵給收掉了 這邊馬一走的話就會變成這樣子 當MBL把馬派出去之後又回頭了 發現家裡快不行 趕快回救 第一時間先收掉對方槍兵 村民解決掉一隻槍兵之後 回頭打了一下肉馬 但這邊槍兵又出來 但是哈特看到槍兵出來之後 選擇了撤退 還有兩隻槍兵 還可以繼續狗 那要怎麼狗呢 不知道 還是要繼續騷擾呢 對阿 繼續騷擾啦 不要回家了 這裡回家沒意義了 你都夾得住了 好 那哈特利用這波打的都是時間 順利頂下了城堡時代 這些農田量來到了19片田 非常多 那都是16、17、18片 19片真的是挺少見的 這麼大量肉量 待會大概3TC開喔 經濟會很好 那我看起來是 還是 還是有可能 開3TC 然後轉馬爆 好 那現在村民差距已經被打出來 38吋對上50吋 村民差距約為15吋左右 當然剩下城堡時代 應該會差距到15吋來了 那NBL 這邊待會也會點這個城堡Style 那城堡Style 那城堡Style點下去喔 村民樹會稍微被Hart給追上 那大概就是 庫曼的一個經濟流程 走向大致上是這樣子 好 所以村民稍微收村一下 收一下到城堡中線裡面 左邊的房子繼續補了起來 下面繼續跑這兩村 可能跑不掉了 哎呀 這個趕快低調趕快走 好低調 在你往下走 尷尬 因為肉馬想要去解掉槍兵 但槍兵直接戳掉兩隻肉馬 這村還是順利的走了回家 NBL 這裡有點尷尬 對方已經升到了城堡Style 但Hart並沒有要開TC 直接前置工程器製造所 要來給你更大的壓力了 他說我知道你還沒有升Style對吧 那我順便要爆打一波囉 這裡槍兵 稍微反擊回去 後面戳掉了肉馬 好 順便補了一根箭塔 這裡趕快拉跟著村民趕快把房子蓋起來 好後面補了一個馬舟 還是要補一個工程器製造所呢 三馬舟 NBL系這邊可以補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一升時代時候就可以轉出投石車反制了 但他這裡並沒有打算使用自己的工程器製造所去 反制對方的身頭 也不知道是不是身頭 看起來是單純投石車配騎士輕騎兵的做法 遇到這種搭配喔 NBL可以使用草原騎兵配駱駝 做個搭配喔 然後轉修道院 當然也可以轉出大量槍兵喔 身這個重裝長槍兵也是一個做法 但是打法會顯得為被動一點 直接轉草原騎兵配駱駝 還是不錯的 好這裡補了一個強化教堂 那這邊是秒3TC開農 因為他已經投資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在前面喔 那木頭量已經會不夠 好NBL這裡是轉出了駱駝 好那陳寶石來殺出去 村民宿來到四七村對六十村 對差不多就差距十五村左右 看起來是差不多 我預想的 唉唷 這邊有點危險 好這裡稍微微一下 這裡用大量槍兵直接戳掉上方的騎士 這個劍塔居然還被守了下來 我的天 NBL這裡也可以考慮剩下重裝長槍兵 那他經濟力量有點慘 原來主經現在被控制的關係 只能到野外開一個城鎮中心喔 要等這邊左邊黃金開始亮閃起來 還需要一段時間 好對方偷車壓力給的非常大 這裡收村 這裡放出來繼續伐木 騎士進來 看到有非常多槍兵在這邊等著 好 洛索直接硬上吧 但是有中槍喔 好一級蛙精也補了 在非常時期 還點下了一級蛙精 好中裝長槍兵 也點了下去 好這邊稍微收村 好偷車掌了一發 沒中 插邊球 哇預判成功 哈特這邊的預判好強 我看他這個同時路徑 我就知道NBL逃不掉了 打得完全正中紅心啊 打得完全正中紅心啊 反應速度非常快 直接選手們都知道哪個點 趕快回頭打一下 極限回頭反擊的傷害喔 就可以打得出來 那NBL果然也是補下了重裝長槍兵 給壓力 唉唷這邊是補下了騎士 他的搭配是騎士配駱駝 沒有點草雲騎兵 那NBL的想法跟我一樣 因為草雲騎兵在這種局面下 其實發揮的程度並不大 主要草雲騎兵是要去戳掉對方的投石車 駱駝還是要針對對方的騎士 如果你知道硬扛長槍兵的話 騎士是最佳解 草雲騎兵跟駱駝都是次選的 草雲騎兵可能還可以稍微操作一下 但駱駝就完全不行 好那喬雲騎兵這邊也是3TC開農 後右邊又補了一個新的強化教堂 增加一下村民的效率 這邊有可能招到喔 哇果然招到了 招到一隻 NBL這裡突襲不成 回家 這邊繼續防守 補了一個城堡 在正面的位置 這裡不算非常正喔 這裡才算正面 這邊又再換 換掉NBL一台投石車 又是一個插邊球 血量很殘 有機會收得掉嗎 駱駝上去爆打一波 打掉了一台 繼續往前推 駱駝硬吃應該是沒有機會 因為駱駝傷害很低的 只有6點傷害 6加1 現在7點 趕快先射 投石車 投車先點 好 停掉了 nice NBL這一波 算是小小 很打的回去 哎呀 弱塔還是被戳掉了 好 那兩邊繼續開農 阿特這邊說明書 已經來到了83村 對96村 唉唷 就斬了一發 就斬了一發 好 再兩頭牙 沒有要換的意思了 呵呵 終於要換對手了 陳寶時代還那兩頭羊 好 這兩頭羊 你們要回家吃 好 欸 這裡 哈特在哈 哈囉 OK 被收掉了 現在轉出了清查單位了 OK 清查這個單位 需要比較多的數量 還有威力C 還有這個威懾力 因為他的傷害呢 是4加2 城寶時代的騎士呢 防護率是4點 所以射 滿裝甲的騎士喔 只有2點傷害 所以在清查這個單位來說 他需要非常大量的數量 才會有這個 打騎士有感 好 兩邊進入一個開農旗 好 這邊抓到對方的槍兵 跟 騎士的位置 哇 這邊操作失誤 MBL直接 懷頭送爆 送掉了3隻清查 MBL這裡也偷偷補下了帝王Style升級 這部壓制 哈特看來沒有賺到太多的甜頭 聰明處還是稍微落後了一點點 先進吵架的經濟加成 現在才開始 經濟開始起來了 但是 庫曼這邊的經濟優勢 也要宣告結束了 因為他本身呢 庫曼也沒有其他的經濟加成 好 這裡還是有一些村被戳掉 後面偷蓋城堡 有機會嗎 唉唷 這邊看到來不及 就還是把這個城堡給蓋了起來 好 MBL這裡補下了母子環 還有彈道靴 好 在阿這時候也點下了帝王十代 好 莫娜斯帕開始產生出來了 打一個騎士堡 那莫娜斯帕呢 也可以待會點下精冠技術 減少15%的騎兵人口 產出更多莫娜斯帕出來 好 這邊稍微遭翔一下 沒遭到 騎士 往前推 把城堡取消 好 後面補下更多的軍營 好 那鋪娜呢 這位騎士兵也是有這個 三攻三防 正常騎士兵 打莫娜斯帕很適合 好 但他其實更適合用 青茶的散彈馬功 去做處理 等於喬治亞的 這個不是青茶 莫娜斯帕呢 他的近戰 防御率是比較高的 但遠防呢 跟一般騎士是 沒什麼兩樣的 好 防御率是2加2 最後還是2加4吧 所以是六連遠防 所以青茶打起來 最後是2加4加3 所以打一點 好像也是一滴血傷害的樣子 其實傷害並不高 好 但這邊 鑑石數量異多 不管你防御率是多少 散彈馬功 就能搞定 好 青茶數量來到了20隻 好 沒有三級色青茶 接下來怎麼打呢 好 補下了 精銳的升級 支援的量還不錯 好 再賺幾隻青茶 好 下方已經開始攻城了 這裡好像可以直接衝巨頭耶 是 我就想要衝一下 像疾病數量還沒移到那麼多 衝一下感覺不太虧 硬吃掉感覺不錯 好 上方青茶 直接想要擠一段後面的兵 但是數量還變少了 要射很多發產的時候 要一直清茶囉 精銳升級上去 陽色2加4 遠防6 血量來到了111滴血 110滴血 多了一個1 好 護衛技術也補下了 現在護衛技術補下之後 待會槍兵也可以升級上去 好 那哈爾特這邊的打法是 莫娜斯帕 配上級兵 好 封城器 那MBL 哇 直接抽爆大堆的莫娜斯帕 莫娜斯帕直接衝到了後方 好 這裡應該是要死一些村民了 好 左邊交戰結果 少量莫娜斯帕還是收掉了MBL的 巨型托斯帕 右邊這一坨清茶還是做到了一些事情 那看起來表明欄也是被追著打 那喬治亞這邊打的是150村戰術 支援量非常的充沛 OK 自滴一些村民 來到148村 第個8村喔 那8村在哪呢 在這裡 自滴8村 好 科技點完之後就可以敵村民了 這邊防禦還沒有點下 先點下一下這個叫什麽 斯萬塔 CEA模擬器叫斯萬塔 又叫賽凡塔 所以賽凡塔跟斯萬塔 到底哪個是正確翻譯 有點不太搞清楚 有人說一邊是繁體中文 一個是簡體中文的翻譯 不管怎麽說 這兩個都能通就好 玩家們自己能理解就OK OK 那莫拉斯帕已經滿機體了 14加8 傷害22點 近戰防禦8點 遠防6點 血量111滴血 後來這邊直接衝也不管清查到底在幹嘛 不要的就是衝爆你村民 左邊的村民直接被塗爛 我的天 左邊巨頭架的起來 這根寶應該難守囉 五台巨頭 好 你前方一堆槍兵 那我就偷你家 家裡確實沒有多少級兵能夠防守 哇 這裡聰明書只剩87村 不能再多了 好 右邊又來一坨 槍兵配上莫拉斯帕 哇 這邊喬治亞打得非常漂亮啊 色面直接不守 我也不跟你對城堡 我這裡直接逼定其他寶 然後開始用村民去修理 好 修不回來就算了 然後趕快用莫拉斯帕去拖 以後放村民 村民拖到只剩下72村 哇 哈特這邊多線打得非常漂亮啊 有點viper的味道啦 MBL對於扛這種多線 有點喘不過氣來的感覺 MBL前期的操作都是非常亮眼的 但是每次到了後期啊 被拖村民的速度 似乎有點快啊 一瞬間的時間喔 就被偷了大概40村左右 好 MBL 這邊好像一波倒了 好 奔走莫拉斯帕直接衝了上來 哇 家裡都在收村 經濟直接爆炸 村民差距來到了一倍 好 雖然MBL這裡還有最近投實際的數量優勢 當然這裡有一小隊的莫拉斯帕過來 要來解巨頭了 終於抓到你防守空虛的時候 偷拆你的工程器 完蛋 這裡一回頭 才發現 巨頭被拆光 拆光之後 這裡再走掉 還可以嗎 當然青茶已經過來集結 42隻的青茶 給到非常大的壓制 按村民處還是沒有拉起來 MBL這邊是有點自暴自棄了嗎 村民一直都沒按 所以從剩下的單位去收掉對手 但是剩下單位並沒有任何工程器 遇到對方城堡也只能選擇撤退喔 這邊 有點被戳到了幾隻青茶 小小尷尬了一下 這邊青茶繼續補數量 槍兵也補上 莫拉斯帕出量是26隻 傷害還是14加8 這裡可能要上囉 這邊直接硬騎 青茶往後拉 拉到了雙個城堡的下方 這裡不管就是要硬打 這邊都收掉了一些莫拉斯帕的數量 莫拉斯帕果然不能硬騎阿 體質不夠好 右邊這根堡也是順利的拿下了 後面這根堡也是有點危險 這邊又有一些村民就被衝爆 村民數只剩下52存 這兩隻莫拉斯帕還在輸出 我的天 全世界大爆炸MBLO 打出了GG 哇這個就是頂尖職業選手的 喬治亞人阿 看起來跟天梯的一般喬治亞人的玩家的玩法 差別有點大 大家都會有點既定一下 喬治亞人就是一樣 就是要把所有的兵 跟喬治亞的莫拉斯帕 全部放在這城堡跟對方對子 大家可以其實利用自己的高地堡的減傷效果 增加修城堡的價格比較便宜的優勢 讓對村民去守這根堡 然後讓大量的莫拉斯帕 直接去BD後方 讓對方的主力一定要離開正面 一旦正面出現防守空鬥 巨型投司機拿下 就可以好好逆轉 那這一把HOT也是打得非常順利 抓到對方大量的村民 村民都是直接被端掉了 數量完全起不來 直接打出了GG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是由喬治亞人拿到大獲全射 四聖物 加上所有資源的獲勝 太可怕了 拿到2萬4的資源 花了2萬4了 KD方面也拿到1.15 還算是不錯的成績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囉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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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聲 海報